我们看朱石赫需要四击进攻 第二板反拉 第三板 马龙继续拉住 马龙掉短 对方反拉 这是什么比赛 让马龙在第一局就叫了暂停 哇 反拉 世界第一小手手 能否顶得住马龙的进攻 单据逼分 来到了十四平 拉起来 马龙反拉 这是人权押音会 男团决赛 发动要快一些 这也是马龙的特长 我觉得马龙总体来说的这种进入状态 要比一般的运动 马龙对付小球 还是很有心得 主要是他正手的能力 还有对旋转的理解 抓住机会 正手反攻 连续的正手拉虫 打两条线路 非常考验 连续的进攻能力 一位的防守 消球 一大马龙适应后 他的进攻 打得很流畅 得分率高 达到现在 想靠马龙的十五去得分 很不现实 胜抬率太高了 他这种进攻的质量 包括尤其爆发力还是非常出色 但是 十比四 马龙拿到六个局点 拉起来 马龙反拉 好球 在下车中 还是通过进攻 节奏的变化 刚脚到了马龙 拿到了反攻的机会 发球后的赤身抢攻 打得非常突然 七分的 六比领先接着被朱世贺逆转 也说明他这种坚韧的意志品质 好球 在措施四个局点后 马龙叫了一个暂停 接发球就开始抢攻 跟英王的风格 接仗不同 七比九 马龙有惊无险 拿下了手局 还是要从 发球抢攻 尽量都突破 应该作为萧哲的运动员 他的这个 主持贺出生在八零年 跟马龙同一年 也马龙 大了八岁 没有机会的话 尽量还是以这种旋转为主 但是一旦有机会 一定要一下之别 尤其是落点上面 还是尽量的能够往 朱世贺的 在回处一把后 连续两把 冲斜线大奖 发力非常充分 训练还不够 反了 这一局的主射后 更加静态 放弃了英王的被动小球 试图寻求反攻 看似是一个机会 其实马龙 一直在等着对方侧身 抓正手控当 在拖球后 也不退台 立马这身强光 7比9 马龙再下来一局 前面两局 马龙都是以两分险胜 一旦扯住旋转 正手发力进攻后 被动小球的 朱世贺 很难有机会 很有危险 一看一点不像 这个一名老运动员 长进 主射后的防守 是长颗粒的长胶 他的旋转变化 不好预判 尤其是关键球 尤其是落 朱世贺落后的时候 他一定会采用这种积极进攻的这种上方 现在的朱世贺也不消了 直接进攻 没有迟住旋转 不求下往 朱世贺以12比10 翻回一局 从以往的交手 记录中 马龙是占据上风 特别是在12年之后 交手历史上 朱世贺的正防守 都能够下得很壮 给大了马龙的绝身位 再连续发力进攻后 出现了一个插网 想要回错的马龙 低估了旋转 这一板黄手小球 带有前列的侧旋 在上台后 发生了侧拐 顶住了马龙 第三板 进台的放短 没有控住弧线 又是一个主动的进攻得分 打到后帮动的主射后 越来越兴奋 发出的变化 导致了马龙的强攻失误 4比9 朱世贺难到了局点 马龙突然加快了节奏 不将对方 那么舒服的去回球 又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一旦发帮节奏 没有威胁 经常被朱世贺反攻 在进攻的同时 变化节奏 这是马龙的一个机会 没有打上 朱世贺的回球 很多都是暗场杀鸡 墙拿到中路后 从防守突破 中间的位置 两边都不好发力 朱世贺的反攻 这辆特别高 最后是马龙3比1 赢下了朱世贺